昨天其實內地有些消息傳出了 防控監管措施有望放鬆 不過在外圍上 鞏烏局勢又有機會繼續打下去 就刺激油價和通脹 好,其實現在利好和利淡 都叫做兩方面都不是一面倒的 都是拉扯的 你預期港股接下來 是不是都會繼續維持在整顧格局那裡呢? 我認同說利好利淡現在的因素 都同時是存在 都是對股市不斷發上發落的影響 但是你問我利好方面 是不是在於內地的疫情防控是有個放鬆呢? 這個我看得會比較審慎一點 因為你看到就算上海那邊 有部分一些小區 給一些人可以出分去購物 但是都是限制分一定的時數 還有那些小區出現一些 確診的感染那些例子的時候 有機會要重新納入 回到那個所謂的封控區或者管控區 那在這兩個區域裡面呢 那些人基本上就不能夠外出的 那所以暫時對於上海封城來講 都還是持續著 那現在市場可能猜到 去到四月尾至五月頭呢 才有機會有個比較明顯的緩和 還有都要留意 就不是說單單上海的 那譬如之前廣州也都有一些區域呢 出現了一些感染啦 那另外你說去到蘇州那邊 也都是有些確診的事件 那所以就暫時看回 現在內地疫情那個的反覆呢 對於市場來說 都是一個很不穩定的變數 還有見到昨天下午 國家衛健委那邊發現人出道來 再次重新呢 就說現在國內 對於那個是疫情的防控的方向呢 都是要堅持一個動態清理 就是說整體的目標或者手段呢 暫時就沒有一個很明顯的改變 那這方面跟之前一些 外資大行的估計啊 或者那個期望呢 是有少少的落差啦 那所以變相你說就算昨天的 零售消費股那些旅遊股升呢 但是很多都沒有升回去 就是前日跌之前的水平的 那會不會都只是一個很 就是短線技術上的反彈呢 那這個大家要就是妄實啦 那另外你說俄烏事件 剛剛都略略提過了 就說對於現在俄羅斯 都就是集中 就是那個兵力啊 那個軍力呢 就希望接下來是攻 就是烏東那邊的那些城市 就是頓巴斯的地區 那根據回現在的外面 那些的報導或者估計呢 就說可能去到五月頭啊 就俄羅斯就希望可以 可以拿到一個重大的勝利 那換言之就可能 在未來這兩三個禮拜呢 整個軍事衝突會更加激烈啦 還有都看回可能烏克蘭 現在也都不希望說 那麼快是做一些很大的妥協 因為現時他有一些好 比較重型的武器啦 也都有不少一些軍備是累積了出來呢 那都可能希望是繼續進行一些 爛強的抵抗的 那所以對於俄烏事件 短期裏面是否即時會有個降溫啊 甚至乎去到停戰呢 暫時那個機會就可能是降低了 那所以對於你說 剛剛提到 無論是全球通脹啦 或者歐洲方面一些經濟影響呢 仍然都會持續 那這些是比較負面的因素啦 反而你說正面因素 我都會看回內地本身一些政策呢 現在有機會出的 那譬如昨天對於遊戲產業上面有些鬆綁啊 那另外現在市場也都是傳啦 就可能去到下個星期呢 有機會將LPR利率是進一步是減低 有個減息的行動 那接下來會不會在一些財政的政策上面 譬如一些政府的開支啦 一些基建的投入等等 會再是加碼呢 那現在市場上面 對於這一方面那個的憧憬是比較大一點 那所以如果你說 真是一些比較利好的那個消息呢 就看一下內地政策怎麼走呢 那暫時來說 我覺得這個港股都是上落市為主的 那下面兩萬零六百至兩萬零八百啦 那應該有些支持 那但是上面去到譬如兩萬二左右呢 那我也覺得阻力會挺大啦